有沒有合景跟樓高 樓層高可能一分可以插到XXX 你會覺得說同一層樓 為什麼你家跟我家石燈不一樣 你賣40萬我可以賣到XXXX 像我也有朋友 也跟我說 阿丙俊我看到有一間好便宜喔 怎麼會那麼便宜 我說 便宜沒有好見 我說我幫你了解 結果他說 裡面有XXXXX,我可以提醒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的房子是在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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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之前取得的 應該是說你去年賣的房子 你今年因為你是適用就職 你今年的五月你就要记得要报税 收看中时才知道财富自然到 我是谢明志 五月报税季到了 今天这一集我们找来房仲专家 要来告诉大家 房地合一税的新旧制的差别 以及到底要怎么报税呢 还有如果您正准备要买房子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挑选到好宅呢 废话不多说 赶快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今天这一集我们出外景 要来到淡水红树林 要来采访我们的房仲专家 曾炳君 炳君哥好 哈喽 米奇好 哈喽 大家好 炳君哥今天就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怎么样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房子 还有那些房仲没告诉你的事 我今天要来大盘问 那如果说我今天有一笔钱 我的想要买一栋自己的房子 我首先应该要考量什么呢 有没有哪几招可以避免我买到烂房子 我需要观察哪一些点 好 我觉得这问题很大但也很好 第一个呢是你如果有钱你有多少钱 再来是你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要先搞清楚你有多少钱 也就是说你的自备款多少 你大概就可以反推你可以买到总价是多少的房子 假设我的自备我有三百万 约略你可以买到一千多万千万一千万出头的房子 那另外的话就是你的需求是什么 如果说家里有长辈那他一定不能住公寓 因为要爬楼梯 那再来是如果你喜欢网购你喜欢shopping 那是不是要有人帮你收包裹 所以你需要是有管理员 所以你的需求是什么 还有就是你住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淡水 假设你的工作是在木栅好了 你不可能从木栅到淡水太远了 所以你应该是从你的工作 或者是你的婆家年良家 你的熟悉的生活范围来找房子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 现在其实有很多啊 比方说预售屋啊 新城屋啊 中古屋啊 我怎么判断说买哪一种比较好 其实还是回归到你的需求 如果你是急着要结婚用 你当然不可能买预售 对不对 因为你等不了两年三年之后 可能就已经退了 然后再来你如果要买中古屋的话 其实房子只要是城屋 我们都视为中古 只是有人说 这个是新古屋啊 或什么类似 就类似像车子 落地了就是中古了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买城屋 或者是所谓的中古屋 那你要注意的就是其实就是两点 第一点是 它是不是凶宅 因为凶宅是没有办法回复的嘛 大概就是渗漏 那渗漏的话 我觉得你要注意就是 水是由上往下流 所以你要看天花板 然后再来看窗框 窗框 因为有时候雨水会打的时候 窗框很容易会渗漏 所以你要看窗框 那这样看房子 还不能说只有看一次 然后我看房子的时候大晴天 我怎么知道那雨天会不会漏 对 所以有人说什么 你晴天啊 雨天啊 白天啊 晚上都要来看 对 但是绝大部分的社区 晚上是不给看的 所以天气好你可以看 雨天你当然也可以看 甚至地震完你都来看 另外的话就是再补充 就是你看有没有渗漏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预测 因为预测它会有防水层 大概15年就要做一次 maintain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这个预测的墙壁 有没有已经有一些币癌啊什么的 但这都是可以修缮的 可以修缮 对不是大问题 买房子自然你还是要再重新装房嘛 但有些人它的预算没那么高 所以他可能希望他买的是一个拎包入住 可是如果你要买一个拎包入住的中古屋 势必它的屋况非常好 所以它的房价就不会便宜 这样子房价落差可能会到多少 其实这是看状况很难说 如果你问我说这个淡水 有看到河井跟没有河井的差价 我还可以告诉你 有没有河井跟楼高 楼层高可能一瓶可以差到10万 一瓶可以差到10万 楼高跟面向 如果你可以看到观音山淡水河 然后又楼层又高 跨过轻轨 那可能跟这个看山景 或是没有view的一瓶可以差到10万 哇塞 所以就很难说 一瓶10万 那这样子加起来就很多了 你会觉得说同一层楼 为什么你家跟我家10灯不一样 你卖40万我可以卖到50万 因为我有view 多一个view真的多很多 那这样子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说比方说 好了我今天想买房子 很自然的买方会想要杀价 是 我怎么知道说 我是不是杀到破盘价 应该这么说 第一个现在有10家登录 所以其实不管是屋主 或是买方都很清楚 这个社区大概的行情会在哪里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你要打个8折 7折打到5折 可是问题是这个价格丢给屋主 卖方的话 他一定会觉得不开心 他会觉得你根本没有做功课 不懂行情 所以我会觉得以现在市场状况 大概就是一成以内 5%一成左右 是比较有可能的 你说破盘价那不可能 如果他卖了破盘价 你可能要小心到底什么状况 他愿意卖破盘价 对像我也有朋友也跟我说 诶 秉俊 我看到有一间好便宜哦 怎么会那么便宜 我说便宜没有好过 我说我帮你了解 因为我们是连麦体系 我们当时是连麦体系 所以有三四千间的房子在买 然后就说我帮你问一下开房 结果他说 里面有5个人挂掉 他是凶宅 所以才能便宜 所以买房子之前 你真的要多方调查 原则上第一个呢 是我们对于所谓的凶宅 我们对于专有部分 是不是凶宅是一定要做调查的 所谓的专有部分呢 是指你从你家进去 到你的房子 包括你阳台 生活露台 都是你专有部分 那我们必须要确保 专有部分是没有发生非自然生物 那个叫凶宅 但是如果说走出了专有部分 比方说我走到社区 对中庭啊 楼下中庭走 对那个就不是凶宅 在内政部的定义就不是 有没有遇过那种专门 就是想要买凶宅 我就是想要买便宜 便宜买房子的这种 有但很少很少 这个肯定他是非常专业的投资客 他可能藉由某些方式来做一个过水 然后让他在法律上变成不是凶宅 也有专门这一种 对但很少 但是买凶宅有个状况啊 第一个是你要找到下手 愿意跟你买嘛 对不对 再来的话就是他没有办法贷款 因为如果说在银行有记录的话 是没有办法贷款的 所以你不需要全顿买 假设这个房子卖一千万或是两千万 你就要现金准备一千或两千来买 比方说你刚刚讲那个凶宅 你说这里面只有五个 这也数量也太高了吧 那他真的很凶耶 对啊 所以一般人应该是不会 应该是不会去尝试 要买这样子的房子 那刚刚其实还有讲到地震后看房很重要 因为现在台湾就是 我们最近都经常到处都在地震 对 那我们比方说好了 我今天买中古屋 然后我也会担心说 那这个房子会不会哪里不坚固 我有哪一些我评断的标准要去注意的 可以看一些过往的历史 比如说1997年 林肯大军是顺向坡 1999年是921大地震 换言之你在921之后的买房子 原则上是可以比较安心一点的 因为建商或营造商 他们对于房证的系数 应该会做得更牢靠一点 原则上 但我们刚才有提到 如果是你在921之前的房子 他都可以撑过来了 表示他很劳碼 他没有问题 很牢靠 都没倒了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 如果你真的很怕的话 那就不如在建材上做一个挑选 因为多数10-89都是RC 钢筋混凝土 那如果你希望他的房证系数高一点 你可以买SRC或是SC 就是肝骨的 我最近有看新闻就讲说 现在房市很热 那房市很热 到底是热到什么程度了 那现在是买房子的好时机吗 应该这么说 从去年 就星期间开始 房市就开始变得热了 然后主要是这些刚需的人出来买 尤其是那种1500 2000 或是1000左右的 的很好卖 就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拿出一间 买一间很快 只要你价格不要离谱 现在目前淡水这一区的 房市房价如何啊 算是高吗 如果你有看报导 就是住展嘛 他说最近在三月份吧 房市好像已经到了说 黄红灯 这表示现在这个房价是比较热的 那淡水因为是还找到二字头的房子 我讲的是淡海新市镇 淡海新市镇 还找到低于30以下的房子 所以很多一些预算有限的首购族 就会到淡海新市镇去买 我们淡水分六个区块 主围呢是生活性能很好 所以他价位不低 那他也比较靠近台北 那红树林呢都是台北客来买 因为他有景观 他是纯住宅 那如果老街比较少有房子在卖 他是以商店为主 但是如果靠近淡大那个区块有很多雪桃 那再来的话就是水堆 本地人比较多 因为他那边没有轻轨也没捷运 所以本地人可以接受 所以他价格会比较亲民一点 沙伦呢是因为这个淡江大潮的关系 所以沙伦有一阵子就是价格比较高 但是沙伦他无法克服的就是他天后状况 但是有些外国客人来 他们很喜欢沙伦 他们说这样才可以有四季分明 冬天就是很冷 夏天就很热 但台湾人其实是没办法的嘛 对 再来就是淡海新市镇 那因为他的区域很大 所以每个社区他的定位有不同 也有豪宅 也有一般的定体大楼 那至于说你说买卖房子 因为现在都是房地合一税 也就从105年1月1号之后 都是房地合一税 所以如果你在105年1月1号之前就是救治 但是救治相对税就省很多 我们现在采访当下是4月份嘛 下个月就是5月份 那5月就要报税了 我可以提醒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的房子是在105年1月1号之前取得的 应该是说你去年卖的房子 你今年因为你是适用就职 你今年的5月你就要记得要报税 这不要忘了 那我们现在还有说什么 预售屋禁止换约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在去年7月1号 平均地权条例开始施行的时候 确定就是你不可以换红单 就是我买了预售屋 但我还没进去住 我就直接在 就是说你买了预售屋 可是呢其实根本还没有完工 还没交 所以在这期间呢 在以前是可以转约换红单的 但是这样就会可能会涉嫌到炒作 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丢个10万20万 然后就说帮我卖 这有涉嫌到炒作 那所以为了防止炒作的话 就是类似像这样 就是杜绝换约 但它有一些诞书 比如说如果你是生病 你因为失业了 找不到工作 没有办法复房贷 对对对 等等等等 那或者是你是二等轻之内 是可以换约的 二等轻 对原账其他其实都不行的 那这样子的话 比方说好 我们现在房子啊 好像要买要卖 都会有很多税 那关于税的东西 秉均哥可以帮我整理一下 有哪些 比如买房要哪些税 我们要注意的 我先讲买房阶段 买房的话 第一个除了房价 除了房仲的服务费之外 你要付的就是第一个就是 代书费 气税 还有就是有些樱花税 当然这金额是很少的 对 这是大概是主要是代书 跟气税 为主 然后在持有当中呢 你是每年会收到两个账单 一个是房屋税 一个是低价税 然后之后你要卖的话 最主要呢 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土地增值税 再另外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是新智 那就是房地合一税 或者是旧职 那你就是并到隔年的这个综索税里面 不好意思 因为这有点专业 我还是要讲清楚一点 分为新智跟旧职 如果旧职最简单的话 就是依照你的限职 乘上每个地区的一个%数 像淡水金棉是27% 当作你的利得 你的所得 然后并入你的下年度的综合所得税里面 这个是旧职 还有一个旧职的算法呢 就是你可以知道你取得成本 跟你卖到的获利 扣掉你这些成本之后呢 它会有个房地比 房地比算了之后呢 在并入税里面 好 这是旧职 那你刚才讲那个持有几年几年 这个是新智 叫做房地合一税 这个就是房地合一税 房地合一税 比如说你持有两年不到 那可能就是45% 以此类推 那我是不是持有越久我卖 我的税会比较少 肯定肯定 这就是政府国立 你不要炒房 对 你是真的是自住 你需要 那你就是住越久 他的税 他数就越低 对 那甚或还有那种你是自住的 你不是非自住 你的税是很低的 只有10% 对 那甚或还有你赚了400万 是可以免税的 假设你当初买600万 你卖1000万 你是不是赚400万 可以免税 自住的话 就是房地合一税 那比方说 好了我现在买一间房子 我会想要看风水 风水这种的话 以你来讲 你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虽然你不是风水师 我不是 但是有没有什么你觉得 我们也会常碰到客人会注意风水的 那原则上如果他真的在意 其实你说再多都没用 他就是会在意 他会去找老师来看 风水东西的话 我是觉得就是福地福人居 而且我自己买房的经验 我就是进去觉得舒服 我就买了 对 那不外乎就是采光 空气 还有声音 如果可以原则上这房子 不会有太多问题 那至于说很多人会在意风水 什么天斩煞啦 壁刀啦 等等 那这个没有办法 我们还是会有一些 所谓的话术吧 就是我们还是会说 既然你相信风水 你一定会找到很好的风水老师 这风水老师一定很厉害 一定会化解的没问题 这是防众的话 是不是就是 因为你讲什么都没用 他只信谁 只信老师的话 那如果老师在场 老师怎么会说 这我没办法啦 他就说没问题 我来 那我来你意思就是 你的红包要包多一点嘛 所以你有遇过那种 就直接带着风水老师 一起来看 还是有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夸风水老师 所以你就很害怕说 风水老师把你房子 闲得一吻不值 我也有碰过 真的 什么样的情况 三五千万的房子 最后也是带风水老师来 但我刚才讲那一招没用 没有 风水老师事后就说 这个不好 这会把你困住 你属龙 这不行 龙困浅滩 因为他那个 他喜欢那个房子是面中庭 但他楼层不是最高的 算是中楼层 他说不行你属龙 混在里面 但是他本来很喜欢 因为老师一句话 没了 真的没了 没了 那个时候你的表情是什么 因为他不是在当着我面前讲 那老师也很厉害 那老师就笑一笑 我当时说老师 一定是很厉害的很高明的 没问题 一定可以化解的 那老师就笑一笑 没讲话 之后他说 老师后来跟我说不行 看完今天的内容 您是不是对房地合一税 和怎么挑选房子 有初步的理解呢 想知道更多房中业的密心吗 欢迎您在影片底下留言 也请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忠实才知道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